班机未降落 乘客图开舱门被捕 啊 飞行真美妙啊 美国航空的一名乘客 上周六在洛杉矶搭机飞往明尼亚波利斯期间 竟然试图打开逃生门 机上的乘客表示 机长宣布飞机开始下降后 戴着墨镜的男子就试图抓住舱门的把手 有些人以为发生打架事件 其实是其他乘客冲上前 阻止墨镜男打开舱门 几位乘客努力制服嫌犯时 空服员才赶来帮忙 墨镜男被制服和坐下以后 机长就请所有人扣上安全带 以便快速降落 班机抵达地面后 多名员警将墨镜男压下机 调查工作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进行 他们并未公布男子的姓名 或说明他是否会被起诉 这么多呀 我也会碰到内联系 洞 作曲